宿有苗栗古藏之称的院里镇 在农会的大力推广下 生产许多由令草自作成 富有创意又精美的手工艺品 为了让民众体验院里不一样的风情 近来更将令草与米食结合举办的系列活动 带你去瞧瞧 帽子 拖鞋 零钱包 这些独具巧思的商品可都是令草做的哦 除了全部纯手工而且味道天然 更兼具时尚的特色 苗栗院里有令草原香的美誉 社区居民近年来则是积极参与在地产业文化 希望能让令边产业永续传承 也带动社区经济效益 我们院里镇的特殊文化就是令草的文化 我们希望把它传承下去 所以我们也透过希望能够增加妇女的一些妇业收日 来创造另外这些妇女能够增加收日 能够让他们有一个职业 另外一个职业的专长 除了令草产业外 为了鼓励民众多吃米食 集体账休闲农业 院里镇农会也特地引进水稻新品种 为水稻产业注入了新活力 我们也提示了一个多吃一口饭 这个稻米的米质 优质米的一个设计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 大家城市政府所说的 多吃一口饭 能够带动我们台湾稻米的消费 去增加农民的收益 强耀易度150公分的大草帽 即体验各项美食DIY活动 不妨利用周末假期 来一趟愿礼大自然之旅 体验宁草之美 新唐人亚带电视 陈彦卢 台湾苗栗采访报道